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原来莲花楼真的一部值得反复去刷的剧 有多少事,只有自己切身经历了 才会明白,它到底有多难 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 彻底将我拉回到了那个属于莲花楼的江湖里 原来,浑身冷的汗毛都竖起来是这样一件痛苦的事 也是到了这时 我才突然后之后觉得理解了当时诚意对于李莲花发病的这段表演 一个人冷到极致 真的会是那种浑身毛孔都在叫嚣住我好冷 好冷,诚意对于这段表演拿捏得真的特别好 当时的她,不是诚意,就是李莲花本花 而这样的病发,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或许她会经历百十次 后来的每个人都在透过李莲花去看当年那个天才少年 可却从来没有去关心过,她这十年怎么爱过来的 房长会说,李莲花,你也该向众位表明身份了 乔婉免会说,你这十年为什么不回来 姨飞生会说,明月已获尘西海 李湘怡,我等你归来 甚至连方多病都会说,原来你就是李湘怡 你为什么要瞒住我,却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她 李莲花,你这十年,痛不痛,你到底是怎么爱过来的 若是没有寻找师兄的那股执念强撑住她 或许,她早已身归一泡黄土了吧 这样的李莲花,叫人又如何能走得出去呢 从剧播到现在,我以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放下李莲花 可生活却总在不经意间 再次将我推向那个有住小花的江湖里 联络人们,还有谁,哆哆嗦嗦走了四个月 却依然没有跃出小花的一难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